1.中国不可信 2.支持中国侵略台湾的人 就是支持中国侵略美国的人 就是支持中国侵略全世界的人 就是背叛台湾的人 就是背叛台湾人民的人 3.美国认为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4.日本依据马关条约 台湾属于日本 是日本台湾 5.马关条约之后 台湾已经台独 台湾已经独立于中国之外 台湾跟中国就没有关系了 6.美国依据依据国际法 马关条约 旧金山和平条约 2.4.23a 通过美国国内法 台湾关系法等等 7.美国依据国际法 马关条约 旧金山和平条约 2.4b 4.23a 还有美国国内法 台湾关系法等等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台湾一直在美国的管理保护占领灾培之下 美国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不受中国侵略 8.美国认为台湾并不属于中国 9.美国认为台湾跟中国是归属于不同国家 10.美国认为台湾并没有从中国独立出来的问题 11.美国跟全世界都反对中国侵略台湾 12.中国侵略台湾就是侵略美国 侵略全世界 13.中国为什么要侵略台湾 侵略美国 侵略全世界呢 14.美国的一中政策 One China Policy 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15.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6.台湾不属于中国 17.美国的一中政策 就是台湾不属于中国的政策 18.美国的一中政策 就是一中一台政策 19.台湾已经台独 台湾已经独立于中国之外 20.台湾是美国的内政 21.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内政问题 22.台湾并不是中国 ROCPRC的领土 23.美国帮助国民党流亡到 不属中国的 台湾接受美国以及台湾保护 24.国民党接受美国以及台湾保护 避免被中国共产党消灭 25.国民党理应感激 美国感激台湾的保护 26.国民党不应该 忘恩负义反美国反台湾 27.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流亡到 不属中国的台湾接受美国以及台湾保护 28.美国不承认台湾有中华民国 29.美国称呼蔡英文总统为台湾总统 30.美国不承认蔡英文总统是中华民国总统 31.美国认为台湾没有中华民国 32.美国认为台湾就是台湾 33.支持蔡英文总统成为台湾真正的台湾总统 34.支持台湾美国一家亲 35.台独并不是指台湾从中国独立出来 36.台独是指台湾从美国的管理保护占领灾培之中独立出来 37.台湾在美国的管理保护占领灾培之下 提高台湾的安全性 不被中国侵略 38.台湾目前并没有台独的急迫必要性 39.台湾台独与否跟美国有关系 但是跟中国并没有关系 40.支持台湾主动积极跟美国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协商 41.由美国协助台湾举办公投制定台湾新宪法 42.我们台湾内部应该一起讨论制定台湾新宪法的详细的方法 和循序渐进的过程 43.但也要和美国政府面对面讨论 44.获得到美国的支持 至少不反对 45.因为美国依据国际法 马关条约 就金山和平条约 2比4比23A 还有美国国内法 台湾关系法 等等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台湾一直在美国的管理保护占领灾培之中 46.但是制定台湾新宪法 之后台湾还是在美国的管理保护占领灾培之下 除非美国放弃 47.完成制定台湾新宪法 之后美国及全世界就更容易和台湾 以台湾的名义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并帮助台湾 以台湾的名义加入各种国际组织 48.支持台湾 以台湾的名义 跟美国及全世界各国建交 49.我们大家一起为制定台湾新宪法 努力加油 51.依照台湾新宪法选举出来的台湾总统 就是台湾真正的台湾总统 51.为您的下一代在台湾的长治久安着想 欢迎您一起来制定台湾新宪法 52.为什么国民党不支持台湾制定台湾新宪法 53.国民党不支持台湾制定台湾新宪法 我们就不支持国民党 54.反对中国侵略台湾 55.为什么国民党要支持中国侵略台湾 56.国民党支持中国侵略台湾 我们就不支持国民党 57.为什么国民党要亲共、亲中、反美、反台 58.国民党亲共、亲中、反美、反台 我们就不支持国民党 基地,国民党,亲中、反美、反美、反应 直属认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